MING PAO CANADA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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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eIn基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在騎機車的領域裡 賽車一直都是一向很有意義的活動 對於喜歡騎車人來講 這是一個展現自我、挑戰自我 去享受騎乘樂趣的一種方式 那對於專業的技師、相關的開發人員、研發人員來說 這是一項展現自家造車能力去實際測試 去收集相關的數據還有資訊的重要場合 所以對於大部分喜歡車輛人來講 賽車絕對都是一項很有吸引力、很重要的活動 而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車款就是一輛直接以競賽為名 同時和台灣的蘇克達賽車運動也是非常深厚淵源 在今年又加載了一項新的自動配備 一推出就引發各界高度關注的人氣車款 KIMCO Racing Brembo 特斯版 在2008年首都問世的光陽 Racing雷霆車系 一開始就是以大傾角高運動性的訴求為號召 去主攻台灣的運動型蘇克達市場 為了展現它的性能 光陽在當時也特別舉辦了三場巡迴式的挑戰全台灣 這樣的比賽 讓 Racing 可以在實際的比賽場上去展現它的真實性能 這個做法不只造成了轟動 也因為那個時候第一波電視廣告 彎道情人系列做得非常成功 所以在短短的時間之內就達到了爆紅的效果 這波熱潮不只為 Racing 車系奠定一個很好的基礎 吸引了很多支持者 也在隔年2009年正式催生的 KIMCO Challenge Championship 也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 KCC挑戰背景標賽 這個比賽的出現 不只對於台灣的賽車界 帶來很好的幫助 因為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有這樣的賽車運動的存在 也讓 KCC 的 logo 這個品牌成為光陽在賽車領域中 持續去挑戰 持續去投入的精神還有象徵 這次我們所要介紹的 Racing Brembo 特試版 是2015年的最新版本 在外型的主框架上跟過去相比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最主要是針對一些細節來做調整 還有為了這次所要追求的運動化 又加入一些新的設計元素 從車身正面來看 Racing Brembo 特試版走的一樣 是比較霸氣 比較運動感這樣的造型 車頭的部分 兩側是 LED 式的日行燈設計 還有方向燈也位於這裡 中央這個黑色裝飾件感覺很搶眼 這在 Brembo 的版本上 這就是一個單純的裝飾 但如果說你買的是 Racing Moto Can 的版本 這邊就是行車紀錄器的位置 車身斜板部分 以雙眼大燈作為主要的視覺主軸 這可以算是 Racing 車系的招牌了 在燈具下方這邊有一個 空力套件概念的進氣口 去強化它所要追求的運動感 上方這邊還有一個立體的車名式排 做的很有質感很好看 車體側面部分 採用了和主車色相對比的白色 來讓它獲得更鮮明的視覺效果 前面這邊有一個立體的 KCC Logo 的飾排 這滿有意義的 因為認真說起來 如果說沒有當年 Racing 上市的時候 那一個系列挑戰賽 或許就沒有今天的 KCC 挑戰背景標賽了 所以說這個立體 Logo 放在這邊 不只是裝飾而已 某些程度上來講 對於 KCC 也是一個最好的致敬 很有意義 側面下方 從帶有尖銳線條的車體設計 一路向上延伸 透過側殼上的線條貼紙 還有立體的車名式排 去連結這一組採用對比色 分離式設計的後扶手 還有一體式概念的尾燈組 它整個視覺效果 是以上揚流線的方式 去呈現出 Racing 所要追求的 哪一種運動感跟戰鬥感 最後再加上這種大膽鮮明的配色 以整個外型設計上來看 我想不管你是對應到它的車體命名 車體的風格 還是整個要追求的感覺 都是非常到位 非常契合的設計手法 主攻運動性能的 Racing 車系 其實在配備的部分 這幾年是逐步的在提升 也發展出了許多像是 Racing King Racing Motorcam Racing ABS 等擁有不同配備的版本跟新系列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其實它在機能配備的表現上 一直都是很有水準的 首先我們來看到燈具的部分 位於車頭兩側的定位燈 採用的是 LED 的燈具 這個亮度跟辨識效果都不錯 和方向燈搭配起來也很契合 頭燈的部分 雙陰眼式的設計 使用的是 Philips HS1 的規格 不管在近燈還是遠燈 都是雙邊同時開啟的 你以一般的夜間使用來講 絕對沒有問題 它的亮度跟廣度都很充足 尾燈大型的 LED 燈具 夜間的辨識度很夠 造型上也很有自己的風格 儀表的部分 是上下分段式的指針混合式數位儀表 上方的中央是用指針顯示的轉速表 左右兩側則有方向燈的提示燈 低油量警示 機油更換指示燈 引擎燈 遠燈提醒燈 還有低電壓的警示燈 下方的數位式儀表 是顯示時數 里程、時間、油量這些數據 以造型部分來講 這個做的很有未來感 很有科技感 我很喜歡 不過下方這個數位顯示的部分 因為它比較小一點 所以一開始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來適應 才能夠在第一時間去找到你要的資訊 開關總成的部分 右邊上方是引擎的熄火開關 有緊急狀況的時候 比如說你倒車或是有意外事故的時候 可以從這邊直接將車輛熄火 算是一個額外的安全裝置 下方這邊有三段式的燈具開關 還有電源啟動鍵 左邊則是遠近燈的切換鍵 超車燈還有喇叭 龍頭下方 左邊是中控所開啟的彈出式油箱蓋 中央這邊有一個很深的掛鉤 實用線還不錯 東西掛上去不太容易掉出來 在右邊鎖頭的上方 這邊還有一個USB的充電座 非常的實用 雖然說我自己不太喜歡設計在這裡 我比較喜歡像新G6 或是說Vizia那種 跟掛鉤整合在一起的USB充電座 但是放在這邊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下車的時候 比較不會忘記說 你的手機或3C產品還在充電 至於哪一種比較好 這可能就看個人的習慣了 前置物空間寬度不錯 是從油箱蓋的下方 開始延伸到最右側 你要放隨身小物 或是說正在充電中的3C產品 都很好用 最右側的部分 也可以放進飲料杯或是寶特瓶 都很輕鬆 非常的實用 椅墊採用的是自動開啟式的設計 車廂空間的部分容量不錯 一般的3 4安全帽都可以輕鬆的收納 但是要注意的是 它車廂底部的部分 因為有配合車體的零件 去做一些造型上的調整 所以你一般的全罩式安全帽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好的完全收納進去 如果說你很在意這個 購車錢最好可以先比對一下 看看你的帽子 能不能完整的收納進去 以配備來說 Racing Brembo特製版 它其實在整個Racing的家族 或是說在整個光陽主流車系中 並不算是特別豪華 特別頂級的版本 它畢竟還是一個比較追求運動性的車款 但是即便如此 它的機能配備還是有備齊了 所以說如果你比較在意的是 一個基本的充足的配備 那你不是那種頂級豪華旗艦車款的追求者 那我想Racing Brembo特製版 它的配備應該是可以滿足你的需求的 好 彎道情人這個封號 跟著Racing一起出道 一路紅到現在 那一方面就是因為 當時那一系列廣告真的太經典了 這在網路上現在還找得到 如果想要看可以去搜尋一下 去回味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的車體所呈現出來的風格 它的特性呢 也確實滿符合彎道情人這個封號的 在實際乘坐的部分 以我176公分的身高 是可以在微微墊腳 接近平方的情況下呢 雙腳踏地 乘坐起來很輕鬆很自然 那我們家的編輯同事 身高168公分 一樣是可以雙腳貼地的 但是是需要比較微微的墊腳 那也還算OK 那我們家的女同事身高158公分 她也是可以用墊腳的方式來雙腳著地 但是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如果說以一般的騎乘來講呢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單腳著地 所以在使用性上來說呢 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實際騎乘上路 採用KIMCO CBE戰斧引擎的 Racing Brembo 特式版呢 它在中低速的表現不錯 反應很好 不過如果你跟光陽自家車系相比 它在起步接合的那一段 比較沒有那麼充那麼強勢的反應 它會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呢 主要是在中速域大概表輸30-40之後的動力輸出 那一段的表現是比較搶眼的 很直接很紮實 那一路銜接到高速呢 整個動態表現來講都算不錯 那對應到Racing車系 它所設定的運動性 不管是山道還是賽道來講 其實都還蠻適合的 那如果你是這種取向的騎士來講 相信你會很喜歡它這樣的動態表現的 那在操控性的部分 採用12吋輪框的Racing Brembo 特式版呢 它在傾腳上的表現不錯 你以一般的街道騎乘 山區騎乘來說都已經夠用了 那再加上這一次它還特別採用了 健大的K702性輪胎 這是屬於街道使用的性輪胎 在抓地力上會比完全通勤取向 耐用取向的輪胎要來的更好一點 那再搭配上它原廠所使用的 五段式可調的雙槍後避震器 Racing車系那種慣有的 比較自在比較好乘坐的騎士設定 整個搭配起來會讓我覺得說 它是一台很有趣的車 那不管像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要去跑街道、跑山道都很適合 甚至你要拿來跑賽道去比賽 以Racing車系來講 只要你經過一些競賽必備的改裝 相信它就可以成為一台 很有樂趣、很有競爭實力的車款 那麼這次Racing Brembo 特製版它的最大特點 當然就是採用了 來自義大利的頂級自動品牌 Brembo 所推出的對象四火塞卡鉗 用這個去搭配 215mm的碟盤 後面的自動則是採用 單向雙火塞卡鉗 搭配200mm的碟盤 這樣的搭配組合 其實應該這樣說 過去在125cc、150cc 光陽所推出的主流型車款 運動型車款 它的自動手感還有力道 一直都表現得不錯 這一次等於說 透過Brembo的加持 再把這個部分做一點強化 對於操控性 對於安全性上來講 都有相當大程度的加分 總結整個動態表現來講 我覺得Racing Brembo 特製版它在配備 它在定位上 都表現得非常的好 以這樣的表現來說 我覺得對於喜歡玩車 喜歡騎車 尤其是那種原廠流的騎士來講 它都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新選擇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摩托車 蘇克達也好 輕檔車也好 甚至是大排氣量的大型重機 也一樣 通常被設定為 是所謂的運動型車款的車 和通騎車相比 總是會多了一點樂趣 這種樂趣 通常是越喜歡騎車人 越能夠去了解的 這次我們所介紹的 Kimco Racing Brembo 特製版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 是79,800元 對應到目前台灣150cc 這個急劇的車來講 這算是一個非常殺的價錢 如果說你的預算 就是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而它的風格 它的特性 你又能夠接受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 是可以好好值得來考慮一下 相關的銷售方案 還有一些分歧 專案等等 這些就請以實際的店家 還有銷售據點為準 什麼樣的人適合 Racing Brembo 特製版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 我們先來說 不適合的好了 第一個 就是你的身材比較嬌小 你想要的是 比較輕巧型車款 這樣的騎士 Racing Brembo 特製版它的座高設定 其實不算特別高 在我們測試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算是身高158公分的 女騎士來騎 其實也不會太困難 沒有什麼太大的負擔 但是它整個車體設計 其實還是比較大 比較重一點的 雖然這樣子可以提升它的 舒適度跟穩定度 但是對於說 你那些你不喜歡移車搬車 你要比較輕巧型車款的來講 可能還是不是那麼合你胃口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 我會建議你去選擇 像是Vizia那樣的車型 或許會比較適合一點 第二個就是你是要追求 頂級豪華旗艦配備這樣的人 你可能也不太適合這台車 雖然說它的名字來看 Brembo特製版 應該是很高級的版本吧 不過如果你以它的定位來講 它還是比較屬於推給 去追求運動性能這樣的騎士的 那機能性配備 是屬於充足夠用的範圍 你以它的價錢79,800來看 其實大概就略之一二了 那如果說你要更好的配備 比如說ABS MotoCam 這些你可能就要去選擇 像是新G6 150 或說Racing King這樣的車款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Racing Brembo 第一個就是你很在乎CP值的人 沒有錯 雖然說是Brembo特製版 聽起來很威 表現的確實不錯 但是它的售價79,800 你對應到目前150CC的車款來講 這個價錢已經很有優勢了 再加上它還多送你一個Brembo 你以CP值來講 真的表現得很好 第二個就是你是喜歡玩車 喜歡騎車這樣的騎士 從2008年推出到現在的Racing車系 其實它的改裝套件 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成熟了 不管你是一般街道派的玩家 還是說你是山路的玩家 甚至你是要到賽道上去比賽的人 其他相關改裝套件 真的都很豐富 一些技術也都很成熟了 你要玩車 你要騎車 這台車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更何況這一次又針對自動部分 做了一些強化 如果說你就是很喜歡騎車 喜歡玩車的人 我相信它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第三個就是你是喜歡賽車運動 賽車文化這樣的人 就像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Racing這台車跟台灣的賽車運動 真的滿有淵源的 如果說當年沒有彎道輕 沒有那個系列的挑戰賽 或許就沒有後來的KCC錦標賽了 這一路走來 其實Racing對於台灣的賽車界 確實也帶了滿多正面的幫助 到目前為止 KCC錦標賽還在舉辦當中 光陽也持續跟一些賽車界 有一些進一步的交流 像是這一次跟Brainbow做這樣的合作 甚至現在還有一些贊助 是在贊助MOTO3等級的車隊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期待 未來會有越來越多 越來越好的發展 所以說如果你喜歡光陽車系 你也喜歡賽車這樣的活動的話 我覺得選擇一輛像這樣子 Brainbow特製版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紀念價值的 總結來說 RacingBrainbow特製版 它的配備 它的定位 它的售價 其實都滿有吸引力的 那也確實在光陽那麼多 不同的熱銷機種之間 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定位 那是介於運動型車款 跟旗艦型車款之間的新選擇 那這樣的定位 這樣的車款 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風潮呢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以我個人來講 我真的滿期待 未來有越來越多 像RacingBrainbow特製版這樣子 這麼有強烈個人風格 這麼有特色的車款出現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Bike In的 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騎車真的是一件很有樂趣的事情喔 像從我在學生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騎車到處亂跑 到後來開始練車 開始比賽 再到進入業界開始試車 做測試報導 做測試影片 一直到今天只要有車可以騎 不管是大車小車 都還是會覺得很高興 那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樣 就是喜歡騎車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怎麼樣 一直長久的去享受騎車呢 我想最重要還是兩個字 安全 如果說你喜歡的是騎快 騎競速這種感覺 其實這幾年台灣賽車發展的 越來越好 像光陽本身就有辦 KCC挑戰杯錦標賽 那其他還有像TS MAT這些協會 也都有辦比賽 你只要上網去了解一下 去搜尋一下 你也可以尋正規的方式 去享受更安全的賽車活動 那如果說你沒有要享受賽車 你只是想要開心的玩車騎車的話 那也OK啊 你把你的人身安全布品準備好 或像四分之三以上的安全帽 全罩帽 或是說手套 護具 還有可以保護到腳踝 這樣子高筒的鞋子 這些都準備好 你在平常騎車的時候 出去玩的時候 你也可以多一分的保障跟安全 那如果說行有餘力 有機會的話 我也很建議你去參加一些 安全駕駛的講座跟訓練 像光陽這幾年有辦很多場的 校園安家活動 那一些專業單位 像是新竹安家訓練中心 一些專業的相關單位 也都會持續在做這樣的推廣 有機會的話 都去參加去了解一下 去學習比較正確比較安全的 駕駛方式跟技術 那我想對於喜歡騎車人來講 覺得是有相當正面的幫助的 那也可以讓你更安全更長久去享受 騎車所帶來的所有樂趣 去學習 去學習 去學習